周元璋在中枢省刚安插了阳县 胡卫庸就坐不住了 他第一时间溜到了李善长这儿 李善长打趣道 小样少拿我做挡箭牌 阳县没来之前皇上喜欢你 现在他来了你不就吃醋了吗 别看他阳县隔阳州拽得跟258万似的 这中枢省能一样吗 能进来的哪个不是人精啊 不是我老虎吹牛 我只要稍微给他点卡拉CC 他立马就得再跟他 暂时不要刁难他 先让人家施展一下凌云壮志嘛 你还不知道皇上这个男人吗 先是喜欢我 然后是刘伯温 再然后是你老胡 现在嘛又轮到阳县 简直是铁打的老猪流水的宠臣呢 跟猪老板打交道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千万别在他亢奋的时候扫兴 不然你会死得很惨 再说了阳县不过是个青花脸 刘伯温才是后面那个摇鹅毛扇的呀 李善长一如既往稳如老狗 可这个从不正面硬钢的后导人 一旦阴起来 一般人根本抵挡不住 包括刘伯温 于是呢 在皇四子朱棣大婚之日 李善长就借机抛出了皇子分封的问题 按理说呀 这是皇上的家事 又是极其敏感的话题 作为臣子本不该插手 可李善长呢 却与众不同 婚宴之上 他不仅可以挤掉太子的位置 跟皇上坐一桌 更是可以凭借朱老板的信任 捅破窗户纸 把朱老板一直想说 但又不方便说的话 提上日程 果然啊 朱老板很高兴 当即宣布 朱家父子是高兴了 可下面这帮大臣们 却并不买账 文臣不买账 是因为朱老板在开历史倒车 武将们不买账 是因为朱老板要分他们的军权 眼瞅着朱老板下不来台 李善长啊 赶紧带节奏 皇上圣名 臣等恭贺皇上 大臣们这才醒过神 纷纷道贺 按理说到这儿 朱老板的脸算捡起来了 可偏有个不要命的 从人群中冲出来大喊 刘伯温吓坏了 这个直男啊 不是别人 正是自己的部下陈怀毅 于是呢 连声呵斥他退下 可杀人不见血的李善长 已经开始窃喜了 呀呵 小老弟 就喜欢你这样的直男 来来来 不要停 继续把皇上往死里怼 刘伯温连忙给陈怀毅求情 可这陈怀毅酒劲一上来 他遇使的职业病立马就犯了 我是有点醉气 要是不醉的话 陈满腔的中言 还不敢说呢 皇上啊 黄四子朱棣的婚宴上 遇使陈怀毅冒着生命危险 逮着朱元璋就是一顿狂怼 尽管刘伯温呵斥他 朱元璋有意忽视他 可这位憨直的眼官仍不肯罢休 朱元璋的笑容都凝固了 刘伯温呢 俩眼一闭 心想这回啊 算是完蛋了 陈怀毅一双手一拱 当着仲臣的面 就是一顿疯狂输出 皇上啊 你听我说 刘邦开国搞分封 养成诸侯大祸患 堂皇龙击射藩王 引起安史之战乱 翻遍历史教科书 全部都是前车之鉴 皇上为何封皇子 最初的目的是戍边 奈何祸乱不在外 全是藩王兄弟间 封王戍边行不通 他是祸国的根源 陈怀毅声泪俱下 而血压飙升的朱老板呢 牙根都痒痒了 绝望的刘伯温还在极力抢救 皇上 陈怀毅滥醉如你满口胡言 请皇上不要轻易相送 谁料啊 陈怀毅更来劲了 一把抱住朱老板的大腿 朱老板再也忍不住了 一场本该欢喜热闹的婚礼 却因为突然暴怒发作的朱皇帝 被踹晕在地的陈怀毅 瞬间陷入一片死寂 不同于其他大臣 目瞪口呆正在原地 李擅长在暗自得意 虎卫庸更像打着鸡鞋 把腿跟上朱老板 借机火上浇油 生怕朱老板的愤怒泄了气 此人名叫陈怀毅 是督察院湖南道代理监察御史 从七品言官 归刘伯温掌管 他最为崇拜的人生楷模 就是刘国公 朱元璋一愣 啥 刘国公 刘伯温不是伯爵吗 那是世子们对他的尊称 尊称 难道他还嫌朝廷封他的爵位不够尊贵吗 胡卫庸出手很辣 朱老板呀 更是让人害怕 二胡 赞 惊魂未定的刘伯温 刚走到家门口 就感觉到了不妙 他立刻让刘连到督察院 让所有的御史下班回家 就连皇上派人传话 要他去督察院 他也大门一关 称病告假 他隐约感受到 朱元璋要当着御史们的面 大开杀戒了 可这招杀鸡警猴 放在别人身上行 放在御史面前 就要出大麻烦了 通俗来说 御史的本质工作就是找茬 这是一帮比其他任何工种都讲原则认死理的人 他们不爱财 不爱官 就讲究过政治的名声 如果能把皇上杠到把自己杀了 那就能轻史留名 达到了职业生涯的最高境界 而律伯温也领教过朱老板的厉害 当初为了得到皇位 杀小明王 坑死大虎 眼皮子都不带眨的 更何况朱老板这回在众臣面前 被陈怀一怼的 脸都拉不下来了 这两个物种要是硬刚起来 谁也别想好 按御史的性格 我跟你杠到底了 按朱老板的性格 那行 既然你们喜欢杠 干脆就请各位都到阎王那儿报道去吧 所以绝不能让御史们跟皇上对立起来 否则这将是一个双书的局面 御史们丢了性命 朱老板留下了恶名 以朱老板彪悍的性格 作为御史头子 你刘伯温还能有个好吗 可刘伯温还是晚了一步 皇上的护卫赶在榴莲前面到了读察院 他们当着所有御史的面 把陈怀一高高抛向空中 摔在地上 再抛再摔 生生摔死 更糟糕的是 整个督察院13道正副御史 都受不了这奇迟大辱 正计划着一起干票大的 朱元璋下令 让护卫当众摔死了陈怀一 这下可彻底点着了御史集团 他们觉着给朱老板打工 拿着卖白菜的钱 操着卖白粉的心就算了 关键是这攻打得太没尊严了 于是呢 这帮受了大委屈的文人 准备明早集体霸潮 把朱老板给开了 这会儿正联名打辞职报告呢 刘伯温感觉大事不妙 这些小老弟是真不知道 朱老板有多狠的 只有了解朱元璋的人 才知道他的可怕 比如刘伯温 这位原本没病的御史头子 在下出病后 还得亲自跑到督察院 动员御史照常上下班 不要跟朱老板对着干 更值得回味的是 刘伯温告诫严官们 这就是刘伯温的冷静之处 这是向皇上摆明了姿态 御史永远维护皇上的权威 御史永远是皇上 监察文武百官的利器 而不是跟皇上死磕的神经 所以从现在起 大家对外的口径 必须是陈怀义当众顶撞皇上 离见皇家父子亲情 死有余辜 可这是刘伯温的肺腑之言吗 显然不是 陈怀义酒后的谎言 在25年后 随着朱帝跨江 攻入大明都城 应验了 刘伯温不是不知道 皇子封王术鞭是帝国大患 他也相信 朱元璋肯定也知道 分封藩王的隐患 那朱元璋为啥还执意要分封呢 原因还是刘伯温提出的那两条 骄兵汉将 怀习勋贵 朱元璋登上地位之后 一项重要的职业规划 就是逐步削减骄兵汉将的军权 稀释怀习勋贵的力量 从而确保朱氏 在大明集团的绝对控股权 和所有外星人相比 他更信任的显然是自己的儿子们 所以等儿子一成年 他就开始逐步将他们渗透到 大明的关键重镇 目的就是牵制骄兵汉将 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 再逐步替换掉骄兵汉将 从而保证大明永远姓朱 可以说 朱元璋考虑问题的高度 不是一般人能看透的 藩王的隐患和骄兵汉将的祸缓 一个是在长远 一个近在眼前 藩王的隐患即使爆发了 这大明好歹还姓朱 但骄兵汉将一旦作乱 那就不好说了 所以在朱棣大婚之日 陈怀义的狂言罪语 虽然没错 却不合时宜 朱元璋必须在朝野上 彻底消除这种声音 因为这种声音存在一天 就会影响分风 进一步影响削弱 骄兵汉将的军权 而对于藩王的隐患 朱元璋借着陈怀义之死 给他的皇子们 上了一堂严肃的家教课 刘伯威明白 朱元璋这招 虽然是隐阵止渴 但也是无奈之举 正当他写好了 齐罪折 准备给朱老板请罪时 他的学生杨宪 匆忙赶来告诉他 眼下之所以如此被动 都是因为胡卫庸 从中挑唆 这位刘伯温看走眼的厚道人 着实很辣 一出手就击出了一条人命 而且险些让 严官集团集体崩溃 而随着实力干将杨宪 入主中枢省 更为激烈的缠斗 也拉开了帷幕 这个我们下期再聊 喜欢的朋友 别忘了一波关注 点赞评论转发 你的支持 事故到持久的动力